沙国600亿全球首沙漠高铁 中国九年完工日本不敢接 009年 沙特阿拉伯想要在卖家与卖地之间建设一条高铁 为此开出了600亿美元的高价 在沙特的设想中 卖卖高铁途经吉达 拉比格 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 线路全长450.25千米 然而作为老牌高铁强国的日本和德国却不敢接单 这是为什么呢 外卖高铁沿线很多是沙丘山巒 铁路沿线地表为移动或半移动的沙丘 地表起伏较大且多为松散的厚沙层 路况非常复杂 阿拉伯沙漠还是世界上最热的地区之一 而且面临55摄氏度高温炎热气候 极度干旱 这给施工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 其次是封沙问题 沙漠中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都在刮沙尘 且多为流动性和半固定性沙丘 有的修建地点恰好处于风口 即使是很低矮的沙丘 每年移动的距离也有数十米 铁轨会被黄沙轻而易举覆盖 不时袭来的沙尘暴还会造成电器设备 通信信号设置的磨损 侵蚀 沙力渗入倒闸之间或倒闸层底部 会损坏钢轨和扣件 从而缩短整个轨道系统的使用寿命 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日本和德国不敢接这项大单 中国高铁建设开启黄金时代是在2008年 当时中国与日本、德国、法国等老牌高铁强国相比 还是有些差距 但是中国却接下了这项单子 这也是中国企业与沙特等国企业 以联合体形式参与建设的世界首条 穿越沙漠地带的时速最高的双线电气化高速铁路 经过中国科学家的仔细研究考察 沙特卖卖高铁的沙丘路基基底 处理根据沙层的厚度分别采用冲击碾压法和振冲击密法施工 由于冲击碾压法和振冲击密法 冲能最大限度的就近施工沙丘中材料 极大的解决了沙丘施工材料来源及运输困难的难题 不仅减少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也为低造价且优质 快速地完成沙丘路基的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减少沙尘对铁路的影响 铁路必须全线固沙 高铁建设者采取组沙杖加草方格的方式 将稻草和芦苇做成小方格的形状 另外采用封闭的简历池设计施工技术 在两体张拉完成30天后进行胶筑锁定 这种施工方案不仅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而且减少了施工难度 节约了施工成本 由中国企业独立承建的卖家车站特大桥 是全线的重点控制工程 大桥全长1556米 横跨5条公路 桥梁最大宽度72.6米 相当于20辆中型轿车并排行驶的宽度 可以说 中国不仅帮忙修建了铁路 还顺便交沙特进行了沙漠治理 经过10年艰苦建设后 2018年9月14日设计最高时速为 360公里的双线电气化高铁建成将卖家和卖地纳 两城之间的通行时间 由原来的4小时缩短到2小时 极大的缓解了当地的交通压力 据估算 未来这条铁路的年课运量将超过1500万人次 现如今 卖卖高铁已经运营超过3年 运营效果超出预期 列车准点率超过93% 我国高铁从当初的冷嘲热讽 到如今走出国门 正是一代代基建人的努力 才有了基建狂魔